而至于基隆市紧急宣布两个市场修饰 一个是成功市场将要修到23号 还有就是仁爱市场修到24号 因为成功市场的摊伤一共有9人确诊 3人当中是阴转羊 9人当中6个是猪肉摊 其他还有鸡肉还有水产 市府就认为了都是生鲜肉品的业者 是特殊的警示将往上来追查 基隆仁爱市场在9号傍晚6点开始修饰 因为这里也有摊伤确诊 但主要是从基隆成功市场而来 真的很无奈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平安 如果说我们这样子能停业 对整个疫情能控制 我是愿意这样配合 我们基隆市是10例 那我们分析基隆市公布的这个确诊案例 来分析的话 成功市场有5例 原本成功市场猪肉摊贩案2564案3519案5208染疫 多了案11454除了又是卖猪肉 5月20号修饰 6月4号复试案11454两天摆摊 因为丧失休未绝 久仪裁点确诊 历经16天发病 现在又继续新增5人 分别有两家鸡肉摊生 两家猪肉摊生 还有一家水产摊生 其中两个人原本是PCR采检阴性 还有一人快塞阴性 经历成功市场专案 全面PCR采检接连确诊 成功市场延长修饰到6月23号的零食 其中有一例也是猪肉摊 但是它也在我们的人爱市场来营业 那我们为了去做预防性的 这一个防疫呢 我也在这边宣布本市的人爱市场 从今天晚上6点起 修饰到6月24日的零食 因为我们原本473摊 我们原本就已经有修饰300多摊了 都要自主休息这样 街头人爱市场陆续收摊 但在成功市场有摊贩私下透露 猪只在去谷作业之后 运竹车半夜搜到市场 摊贩接手肉品 怀疑也可能是透过空调传染 哪个环节导致染疫都还要了解 经由成功市场累计9名摊贩染疫 只有6人都是猪肉摊贩 街头市府扩大追查 运送跟去谷相关人员 等新闻柳国宝在基隆的综合报道